男同志们 如果你不是你可以想象你是一个男的 下面这几个你最想成为哪一个 第一 你是一个亿万富翁 billionaire 极度的财富自由 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第二 你是奥斯卡获奖的顶级好莱坞导演 第三 飞行的世界冠军 叱咤风云的环球之父 第四 女友无数 你可以拥有一百多个好莱坞顶级女星 成为自己的女友每天 想找谁就找谁 第五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大佬 第六 黑帮老大 小弟无数 有没有兄弟说 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 你可想的也太美了吧 但是 真的就有这么一个人 他叫做Howard Hughes 霍华德修斯 你看这个霍华德 这么个经历肯定是特别能霍霍 所以名字都起好了 就叫打霍霍 这个人绝对算是我目所能及范围内 最疯狂的男人 当然这个疯狂不是贬义 就是他的胆识 他的眼界 才华 能力 他的生活方式 包括他的死法 都堪称一绝 这么说吧 你就看看他这每一项成就里边 然后能做到百分之一 都算你厉害 这个大霍霍 1905年出生在美国的德州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他爸哈佛毕业的一个石油打横 具有钱 他一米九的大高个儿 这些活脱脱的一个霸总的形象 但是在他16和18岁的时候 他爸他妈在这两年分别因病离世了 他就跟蝙蝠侠似的成了孤儿 经历了一系列和他亲戚的诉讼和操作之后 成为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唯一的主 你看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这时候他其实已经衣食无忧可以享受生活了 但是大霍霍就心想我偏不 因为他其实对石油公司的钻探业务 也没什么兴趣 然后对学习本身也是兴致缺缺 24年的时候 19岁的大霍霍就从莱斯大学给辍学了 之后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给石油公司找到了新的管理层 然后就跟他们说说 这就交给你们了 这业务我就不管了 就撒手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 19岁的大霍霍就是有盐有钱 又有时间又有点才华吧 但是还没人管 霍霍的伯父是一个剧作家 所以这就让霍霍对电影剧作产生了兴趣 你看一般人要对电影感兴趣 看好多电影开始学习 但是霍霍他不 人家上来一口气就买下了 125家电影院的经营权 就是这么任性 那光说公怎么行对吧 还是富二代干的事 大霍霍心想我要证明自己 我要拍电影 26年的时候 21岁的霍霍就作为制片人 拍了第一部电影 叫做《花花公子》和根 可能跟他的生活也比较像 但是这个电影到他伯父手里 直接被一顿臭骂 这是什么破烂 你这个电影到了好莱坞 肯定是被所有人笑话 画画一听 哪能忍得了这个气对吧 我这么堂堂的大公子 怎么能这样 就一怒之下 把这个电影的胶片全都给烧了 但是这件事 连嘲笑他的人都不多 因为其实老实讲 没有人会真正的去关注 一个没什么本事的玩裤子弟 这个事 真的是在霍霍心里 埋下了一颗愤怒的种子 他强大的自尊心和征服欲 就决心让他要一雪前耻 我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要拍出最好的电影 我不服 不服 后来他就认识了一个导演 叫做刘易斯·麦尔斯通 这俩人合作了两部电影 获得了第一届 奥斯卡电影的最佳导演奖 和最佳影片奖的提名 当然你知道奥斯卡本身 就是挺商业化的一个行为 而且他又是个附加子弟 125家电影院的经营权 所以你说奥斯卡 跟大霍霍有什么关系 那都说不准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 对霍霍来讲 这算是开了个好头 但是他也不能满足于 就只当个制片人对吧 他还是想去当导演 拍电影 24岁的大霍霍 就开始了他自己导演的 第一部电影 是一个战争爱情电影 叫做地狱天使 Hell's Angels 你想那个年代 没有任何的电影特效 而大霍霍就想拍出 战争时候的激烈和真实感 所以所有的像是飞机坠落 或者大弹爆炸 它都是要还原真实的场景 为了还原整个战争场面的真实性 大霍霍买了87架 真正的战斗机 雇了2000多个临时演员 和135个飞行员 就为了这么个电影 然后光他建飞机场 因为要拍炸的场景 就花了40万美金 你看24岁的大霍霍 就拍了当时影史上最贵的影片 甚至还有三个飞行员 都因为这个拍摄就丧命了 他有钱这个事咱就不说了 如果你能看出来 他对拍摄这个事有一种偏执 而且你看他有多疯狂 就有一次 为了拍摄一个飞机往下冲的 一个爆炸的场面 要从30米的高空往下冲 然后他就问了很多老飞行员 这飞行员都觉得这个事太危险了 根本就不能干 拍摄就在那僵持着 那我这么厉害一个电影镜头 就要泡汤了 大霍霍说那不行 你们都不上那我上 他当时在拍电影的时候 临时去考了一个飞行员驾驶证 只有派上用场了 就自己驾着飞机 从30米的高空还加速 然后冲了下去 然后砰的一声就打在地面上了 远处的医护人员 都已经不敢上去看了 慢慢慢慢走过去 这时候看见一个大霍霍 满脸是血 就从机舱里边出来了 在地上摆了几个滚 还没跑几步 砰 飞机就炸了 你就说这危险不危险 这都是就要玩命 就为了拍那么一个镜头 好不容易这个电影快拍完 马上就要上映了 上映肯定不是什么问题 别忘了我们一开始说 大霍霍它有125家电影院的经营权 但是你也看出来了 这个人生如果不出什么妖额 那就不叫大霍霍 那时候20年代 电影还都是末片 就在这个时候 大霍霍有一次 在好莱坞那边看电影 叫绝世歌手 这个电影是有声的 那大霍霍看完之后 好一个震撼 地狱天使 我也把它拍成有声的 那这个电影都拍完了 对不对 那不就得重新弄吗 而且最开始地狱天使的女主角 她本身说英语 是有点口音的 就因为这个事 大霍霍就要把女主角给换了 重新换一个女主角 What 那就意味着所有带女主角的镜头 都要重拍 你想它是个爱情电影 这里边有多少镜头 他助手就找他说 霍霍老板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没钱了 真的是经费在燃烧啊 然后霍霍不光不听 而且他说没钱 没关系 我有石油公司 他就去把那石油公司 抵押贷款 然后拿出来这个钱 来拍电影 我就要追求完美 我就要精彩 我就要死磕 你想那时候都是胶片时代 就是一针一针 那么一个胶片 一个胶片拍出来的 有人统计说 他整个改完这个电影之后 又重新画了 1000公里的胶片 那相当于25个马拉松 你就说说吧 这个大霍霍是真能霍霍 当然他自己也知道 这个事就是孤注一掷 对吧 不成功变成人 而且那时候啊 好莱坞一听说 这个人这么疯狂 都在那等着看他笑话 当时你想是1929年 那时候正好是 美国经济大萧条 别说看电影了 那给一般家庭 连饭都吃不上 谁去看什么电影啊 所以当时地狱天使 手硬之前 大霍霍紧张的 连看都不敢看 幸好的幸好 这个电影真的是 太真实了 冲击力太强了 但凡是任何一个观众 都抵御不了这个幽默 最后确实 票房也非常的好 达到了800万美金 就因为这个电影 大霍霍直接赚了400万美金 获得了第三届 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 这下可算是一雪前耻了 再也没有人敢瞧不起 这个疯狂的富二代 你看电影也拍到了顶尖了 对吧 大霍成功 那按理讲 大霍霍完全可以 当一个知名导演 去做做影评 出席一些知名的活动 再给好奥斯卡评评讲 对吧 但是 我偏不 What 就是因为他已经坐到了顶尖 反而让他就有一丝厌倦 那些刺激感 新鲜感 就一点点就没了 你还记得刚才拍电影的时候 差点让大霍霍丧命的 就是他拍飞行的那些场面 飞行成功引起了大霍霍的关注 你想莱特兄弟发明飞机 才是190几年的事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行业 但是大霍霍就心想 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要搞一搞 对吧 30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才25岁 他就创办了一个叫做 修斯飞机公司 其实就是设计研发 开始去试飞 搞这套东西了 是不是有点 马斯克造火箭的意思 25岁的时候 咱在干嘛 刚大学毕业 大霍霍已经 又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又在好莱坞拍电影 成为知名导演 现在好 又去弄了一个飞机公司 霍霍 33年的时候 大霍霍就自己买了一架飞机 然后自己去参加一个 业余飞行员的比赛 在那里边 成绩倒数 大霍霍一看到 我这么成功的人 这怎么行 我不服 然后这个霍霍就开始日思夜想 自己最后成绩差的原因 好马配好安 肯定不是我的问题 那就是飞机的问题 于是霍霍就招募了一堆顶尖的飞机工程师 然后又开了一个公司 叫做修斯飞机制造公司 专门负责飞机的研发 我一定要研发出这个世界上最快的飞机 想尽一切办法 去逼着那个工程师去给这个飞机提速 他自己先是研究 就一堆技术 什么机身点评技术 又是起落架技术 又是什么锚钉技术 具体我就不清楚了 终于在1935年的时候 这个飞机造出来了 因为它不是用QS吗 就叫H1飞机 就相当于他们公司的第一代飞机 那打霍霍肯定是作为这个公司的掌舵人 要开着这个飞机去试一次嘛 当时的时速就达到了566千米每小时 这是什么概念呢 打破了当时飞行最快的世界纪录 完成了全世界最快的飞机 这也是美国人第一次打破飞行的世界纪录 于是各种报纸就开始对它大肆宣传 接下来的几年里 霍霍也在不断地突破 不断地刷新各种纪录 直到38年的时候 它又创造了一个91小时环游世界的飞行记录 它是从纽约开始飞的 等它飞完一圈回到纽约的时候 那个机场已经聚集了25000个观众 夹道欢迎庆祝这个英雄的归来 国会为了表彰 它就给它发了一枚国会奖赞 这就是国家级的荣誉 然后媒体也是大肆地报道 它就开始到处游行 你看这个照片就是当时 它在游行的时候 你看长得这么帅气 跟它边上人一比 就感觉身材非常的健熟 而且你看那个大长腿 一米九大高个头那么小 腿那么长 就一表人才 难怪它能有一百多个 好莱坞女星当女朋友 这个我不说了 我们接着回来说 就是那个年代 民众对坐飞机这个事 还是有一些担心和害怕的 但就是因为大祸祸 整个这一次大肆宣传 让很多人对飞行 就变成了一种向往 不管是政界的名流 娱乐明星 还是商界大佬 像肯尼迪总统 Beatles乐队 都纷纷把坐飞机 当成了一种时髦 所以你看大祸祸 从一开始 自己飞失败 然后就不服嘛 就开始干 最后又获得了国家的荣誉 甚至带动了 整个飞行的行业 你看是不是啊 祸祸 你看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接受了坐飞机 这么有商业头脑的大祸祸 他马上就干了一件事 开了一个航空公司 39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叫做 环球航空公司 快要破产了 大祸祸一见这个势头 就把它直接给收购了 开始提供 大西洋的民用航线 在他的经营下 这个环球航空公司 扭溃为营 连去十年都独霸 全球的民航市场 大祸祸也因为这个 就跻身商界大佬之力 被称为环球航空公司之父 祸祸祸在把航空业 也做到顶尖之后 又觉得有点没劲了 就开始四处撒嘛 看看能不能有自己能干的事 有一阵子 大祸祸就在拉斯维加斯 一个酒店 包下了一整层 一住就是好几年 你想拉斯维加斯 大家都是赌博嘛 老板一看 你不赌对吧 你不赌 那我没有钱赚 上去就给大祸祸要轰走出来 去去去 我们这还有别的客人要招待 你们这打烊了 那大祸祸哪能受到这个气 对吧 咱是石油大横 好莱坞知名导演 环球航空公司之父 国会表彰的人 一气之下 赤字1300万 直接把酒店给买下来了 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 你别看现在是旅游度假圣地 那时候是一个充满着黑帮 毒品妓女的堕落之地 本地人天黑了都不敢出门 外地人就是抱着一种说 我赌上生命去过把瘾 这么个心态去拉斯维加斯的 大祸祸看到这样的社会现状 以他这么一个又正直 拥有能力 又希望改变世界的强迫症的心态 我不服 接下来的两年里边 他就买下了巨多的毒厂 酒店 然后开始对这些黑帮 进行一个商业化的改造 因为大祸祸之前 开了那么多公司 还是在这方面非常有头脑的 这些黑帮的人 就统统都成为了大祸祸的小弟 就带着他们一起赚钱 这也奠定了拉斯维加斯之后 走向更加正规化 商业化 企业化的一个基础 你看是不是挺厉害的 不管黑道白道我都能搞 好 你看这时候的大祸祸 他已经是一个发明家 冒险家 商界大佬 风流情圣 知名导演 黑帮老大 真的就觉得有点没劲了 你想对于这样一个狂人 他真的没有什么想征服的时候 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没意思了 所以从50年代往后 他开始隐居过起了 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么一个天才 这么多成就 甚至在他的生活当中 非常的偏执 其实他这个人 是有很严重的强迫症 到了晚年 他也觉得自己 没什么可拼的了 然后这个病情就越发的严重 积累了很多 特别特别奇怪的怪癖 比如说 他把尿要尿在牛奶瓶里 指甲都留得特别长 也不收拾 然后自己就整天赤身裸体 坐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 不管是精神上 还是身体上都每况愈下 另一边 他的商业帝国 其实也是在摇摇欲坠 因为大伙伙这一辈子下来 他也没有孩子 所以他身边就只有几个助手 随着他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 这些助手 其实就想办法 想去稀释他的商业帝国 最开始 他在整个这一生当中 收购了很多 又是酒店 赌场 餐厅 航空公司 电台 到最后没有一家是盈利的 然后他的那些助手们 就想篡权夺位 放任他吸毒 放任他生病 放任他身体每况愈下 直到1976年的时候 身体实在是不行了 71岁的大伙伙 因病离世了 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也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直到现在都惊天了 还有400多个人 以各种方式 去讨要他财产的继承权 大伙伙离世这个事 也登上了 《时代周刊》的封面 纵观大伙伙的一生 有人说他是伟大的 有人说这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疯子 有人说他的疯子 很像Elon Musk 很多人说 钢铁侠的原型是Elon Musk 但是Standy老爷子 曾经就说过 真正给他灵感 创作钢铁侠的 是大祸祸 其实我个人感觉 就是天才和疯子之间 这个界线本来就是很 很多情况下 人类的进步 都是由一些 有才华的疯子去推动的 而且你发现 all in 其实是很多大佬 都很爱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想要获得 那种人上人的收益 你何尝不是要承担 倾家荡产 甚至丧命的风险呢 所以如果 你有一天 也有这样的才华和机遇 你会怎么选择呢 可以跟着我的博物混 好